要开始针对第四次的追加预算 针对这次的疫情 我们立院各党团同意能够审议 行政院送来的2600亿的预算 我想这个预算要用在刀口上 大家都知道昨天美国三个参议员 带来的消息是能够载有75万剂的疫苗 但是大家问的是 这一批疫苗又是何时可以到来 所以在疫苗还没有办法 让国人有充分信心的时候 这个纾困就显然是对于经济 以及生活的冲击必要的及时雨 那我们看到这次的纾困预算里面 虽然院长说要加快加强加码 但是我们看到在相对的弱势里面 很多人还是非常多的陈情 对于自己是不是在第一波 或者是用勾机的时候可以拿到 都没有办法确信 所以非常多的陈情跟电话 我相信各位都有收到 那我们首先来看这次针对 非在于自营作业的劳工 以及非低收入户的 所谓扩大紧急的纾困对象里面 可以发现 虽然我们的预估数字非常漂亮 卫福部说它可以增加90万人的受益 然后它加发的生活补数会大概40点多亿 可是我们以去年来看很清楚 去年虽然编了这个54亿 其实它只发放了37万人 它登记人数有52万人 显见有15万人是在去年的肉网之余 可是为什么这次它只追加了10亿 也就是它只增编64亿 这样的差异具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在现有的这个纾困 要所谓加快加码的时候 不可以用一个重研的方式 让很多人需要被这个救助的对象呢 反而拿不到 所以我认为这次对于很多的 这个行业来讲 特别它的营业衰退 如果用109年跟108年来比较 当然当时用营业衰退50%还说得过去 可是用109年跟110年 营业衰退50%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很期待这个经济部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单位 特别是交通运输 能够学韩国 它的整个纾困的这个对象里面 特别是产业跟受雇劳工 营业收入衰退15%以上的部分 就可以着以进行调查 以及一定勾机之后的处理 那不知道为什么这次 卫福部也好 经济部也好 还是没有用放宽的方式来做处理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足 而且对于很多产业 跟受雇劳工来讲 还没有办法理解部分 所以我相信希望这次 不要用大内宣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政府已经加快加宽加码 事实上并没有 那我学的不合理的地方 条件过延的地方 以及速度不够的地方 政府还是要虚心的面对 在野党的质疑 谢谢 好 谢谢赖委员 继续请张委员齐路发言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YK